专家开咪 这一部分就是专家开咪的环节 这一部分我们请到这位嘉宾 就是地产代理监管的行政总裁Ruby 韩远平 哈啰 恭喜发财Ruby 身体健康 哈啰 身体健康和自愿意 是的 大家这样说 身体健康 今年苦联第一次跟Ruby做访问 疫情之下我们也是透过Zoom的形式 Ruby 其实疫情之下对地产市道 原本大家说过去年的影响不是那么大 不过今年回来的交投明显是真的慢了 你怎么看疫情对地产从业园方面的影响呢? 疫情对各韩国业都有所影响 包括我们监管局和我们的地产代理业界 其实大家看到最近政府刚刚推出了一些新的防疫措施 限制群组聚集那里 我相信对看楼方面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目前来说疫情很严峻 我也希望在这里呼吁一下我们的从业园 尽量减少跟他的客人直接接触 用其他方法去联络 希望大家齐心 就可以将疫情扩散的风险减到最低 Grace 我们刚才也听到Andy说 其实地产界的朋友都与时并进了很多 基本上如果不能实体看楼的话 都可以先网上看楼 是 我想问一下Ruby有没有特别给一些指引 给业界方面呢? 叫他们怎么去跟随? 其实一定是要跟回政府发出的指引 在这里所有市民都要遵守 至于说回网上看楼方面 其实过去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业界已经在二手楼方面 推销模式已经有所改变了 我们看到他们用很多网上的平台去推销 而市民已经开始负责网上看楼 其实这个方法也是非常便利的 因为可以帮你筛选一些合适的盘 但是始终如果是要成交的话 或者要博取去决定买或者租 其实都应该亲身去看一看 因为始终这些楼馆的视像广告等等 是未必可以看到实际的情况 例如就是有没有噪音有没有污染 就是空气上的污染或者是噪音的污染等等 所以市民自己都要小心 但是由于现在是有这样的限制的要求 所以真的在楼上我相信会有些影响 对于监管局今年整体的部署有没有影响呢? 过往监管局也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或者一些课程会举办 其实当中有没有影响呢? 其实有的 我们原本在这个月的2月7号 是有一场大型的大牌资格考试 已经有1300人是报名的 但是被迫这个考试是要取消 那如果疫情还未舒缓的话 我们相信未来也有机会继续要取消一些考试 那我们会在可行的情况之下 是尽快恢复回给我们的业界的朋友去参与的 至于其他工作方面 其实有些情况就是 那个范畴会影响少些 有些影响多些 那比如好像持续专业进修活动的方面 其实不少已经是用了网上的形式去进行 那这里其实对我们工作上的影响是少的 那但是发牌啊 处理投诉啊 巡查的工作啊 甚至是进行纪律研讯呢 在这几方面呢 其实确实有影响的 Ruby 我又想问回 刚才你也提到的 关于考试 我们又看到回头 现在似乎在市场里面 越来越多朋友是想投身 我们就是做地产代理方面 那如果你没有了考试的话 那会不会是变了在这个 业界说要担凳子在年轮等 人力资源方面呢 对那个地产代理里面 就变了会有的影响呢 其实呢 我们看到那个牌照数字呢 截到2022年1月31日呢 就是创新高的 去到42,317个个人牌照 那其实呢 我们看到它上升当然是很多原因啦 特别包括呢 就是去年因为我们大幅这样呢 就加了这个考试的名额 那所以是多了朋友入行的 那但是 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之下呢 究竟有多少人会继续入行呢 其实我们都要很密切留意 那个市场的反应啦 那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 2020年呢 我们那个考试名额呢 是颇大幅度呢 是收紧的 因为很多场地都借不到啊 但是2021年呢 我们追赶回的 所以呢 就算今年呢 是有所影响呢 我相信我们都有能力呢 是追赶回这个数字的 但是可能时间或者会长一些呢 嗯 是的 那过去呢 就是你们呢 整体工作流程方面呢 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 有些公开活动呢 都是要取消回的 目前呢 其实疫苗通行证呢 就会在2月24日呢 推行了 那其实监管局 又会不会全面跟随 所以当中安排是怎样的呢 其实呢 我们已经要求呢 同事呢 在2月23日呢 或者之前呢 接种起码一剂的疫苗了 那这方面呢 其实同事呢 都 有九成的同事 已经接种了第一剂 也都有82%左右呢 是接种了 是两剂的 那当然呢 如果身体状况是不容许的话呢 我们是 会容许他们呢 去拿一个合资格的医生证明呢 那呢 我们在2月14日开始呢 我们所有的办公室呢 都不会对外开放的了 那但是呢 我们会设有呢 投递箱呢 那市民如果需要我们的服务的话呢 可以用邮寄方式 或者来投递呢 他们的申请呢 甚至呢 就是在网上去做申请也可以的 那详情呢 我们已经在网上公布了的了 嗯 大家上去呢 EAA呢 监管当局的网站那里呢 就可以看到的了 那另外我想问一下 就是过去一年呢 其实地产代理方面 那投诉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中数是怎么样呢 特别是刚才Swina都说了 过去一年呢 其实在疫情之下呢 很多时候可能透过VR 啊网上呢 去看楼啦 跟着再去买楼啦 那其实实际的情况 那投诉方面又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看呢 2021年的总投诉的数字呢 是331宗 那比起2020年的327宗呢 其实这个数字是相弱的 那涉及一手住宅物业的投诉呢 那涉及一手住宅物业的投诉呢 其实有下降 那大概跌了呢 是13% 就少了8宗的 那我们常见的投诉类别呢 就是包括发出违规广告啦 那在这一项里面呢 其实呢 其实呢 是占整体投诉三十 百分之三十七的 那也都见到呢 它比起2020年的数字呢 是大幅上升了53% 那第二类比较常见的投诉呢 就是没有妥善处理临时 买卖合约啦 或者临时的租约 那但是这个呢 就有下跌的情况啦 那第三类 就提供一些不准确 或者据誤导性的物业资料的投诉 亦都是下跌的 那说回违规广告呢 因为它的上升的幅度都大啦 那其实呢 原来是绝大部分呢 百分之九十呢 是涉及网上的广告的 那网上广告呢 是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去发放 也都辩理一些 那所以前排人在这方面呢 可能的戒心是低了少少的 我们见到常见呢 就是 例如 那个相片会错啦 又或者是 业主那个 那个指示放盘价呢 它也是登错了啦 那另外呢 就是 急得就是 没有拿到 业主的书面 和已经发放广告了 在这几方面 是我们要留意的 那从监管的角度里面来说 其实无论它是网上啊 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执法 对不对 对的 绝对正确的 条例是适用于 网上或者是实体的广告的 嗯 我知道近年 可口的销售方面 仍然是关注的重点 最近你们也出了一些小冊子 教大家呢 在境外物业构置 境外物业的时候 要注意的事项 究竟呢 涉及这方面的投诉有多少呢 那教授的时候呢 消费者委员会都说呢 要提出呢 加强这个监管的 那当中呢 监管局又能不能做到呢 其实呢 我们看回这些数字呢 在过去五年 由2017年 到2021年呢 我们一共开纳了119宗呢 是涉及境外物业的投诉的 那当中有110宗呢 是涉及未建成的物业 而其中的87宗呢 是涉及烂尾的楼款的 那其实我们过去的投诉呢 一向都是不多的 几宗就要十几宗 但是唯独是在2020年呢 就特别飙升有66宗 原因就是呢 其中62宗呢 是涉及两个呢 较为大型的项目 一个位于珠海的商场铺位的项目 另一个呢 就是泰国的住宅项目 那撇除这62宗呢 其实在2020年呢 我们是接触了四宗呢 涉及其他地区的海外物业的投诉 那说到2021年呢 其实我们开立了21宗的国案 那比起2020年的66宗呢 是大幅减少了68%的 那当中呢 有17宗呢 亦都是涉及刚才呢 那两个楼盘 亦都如果撇除这17宗的话呢 其实2021年呢 我们接触呢 就是4宗 分别是韦州2宗 澳洲1宗 和迪拜是1宗的 那其实主要的投诉 我们看到呢 这一部分呢 都是关乎呢 发展商呢 没有预期去建成的物业 和呢 发展商呢 是没有兑现呢 他向买家 承诺了的租金保证的 那另外就是 给了一些错误的资料 地产代理呢 去做宣传等等的 那就是我们看到呢 这些问题呢 绝大部分呢 是源于呢 发展商的行为 而非地产代理 那所以如果单纯呢 去规管地产代理的话呢 其实呢 未必是针对到呢 问题的核心的 但是呢 我们是要特别留意 究竟这个问题呢 是怎样产生呢 怎样可以解决呢 才能有效地保障到消费者的 如果简单单 如果是规管代理的话呢 其实可能是 将这个问题 过分简单化啦 未必是一件好事啦 那也都大家要明白呢 其实呢 海洋物业有很多的持份者 除了是 地产代理啦 有发展商啦 有市民自己本身啦 有他的律师代理啦 甚至是银行的 那每一个角色呢 都有些责任呢 是需要自己负责啦 也都要留意的地方 那始终呢 在境外物业呢 其实是一些不动产 那自然呢 就要遵守了 当地的法律法规啦 而每一个地区的法律法规呢 都不尽相同的 那如果我们用香港这一套呢 去套入在其他地区呢 或者全世界各地的物业销售那方面呢 其实呢 未必一定恰当 也都未必可以解决的问题啦 嗯 那就是 大家常常都觉得呢 可能误会了呢 就是 如果他不是我们的持牌人呢 那他就是没得监管啦 其实这个是有点误会在的 因为呢 如果你是非我们的持牌人的话 从事呢 境外销售的活动呢 其实呢 你是受商品说明条例呢 所监管的 因为所有营商者的销售行为呢 其实呢 那条条例呢 都可以规管到 那所以如果呢 有消费者呢 是 各怀疑呢 有中介人呢 的销售手法呢 是违反了呢 商品说明条例呢 其实他们是可以去海关那里举谱的 嗯 那隔三眼牛 什么时候呢 都是重点地要小心的 那其实时间都有限了 Ruby 问你一个问题啦 地产监管局的财政状况呢 以及会不会加这个牌费呢 现在来说呢 财政状况是很健全的 那我们呢 我们就很小心理财啦 謹慎地去看我们的开支 我们过去那四年呢 就是分别呢 是两次收购了自治的 就是 马入了自治的物业 那也都帮助我们呢 是减低了很多租金的开支 在这方面呢 可以稳定到 一定的 那也都希望呢 可以呢 是减低呢 是将来呢 是有机会呢 要加排费的压力的 那当然来说呢 就是 我们是以目前 我们工作范围去评估啦 我们是 仍然呢 是很健全的财政 那但是如果工作范畴是增加的时候呢 我们不排除要加资源啦 以及呢 也都有机会呢 是将来有机会是增加排费的 嗯 那应该呢 就是希望呢 将来呢 有机会呢 再邀请Ruby上来呢 和我们跟进一下地监局呢 今年呢 2022年呢 其实呢 整体的工作的情况是怎样呢 今天呢 我们这段时间呢 和Ruby呢 先聊到这里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祝你工作顺利 谢谢 需要的工作 他继续做了吗 我也会吃吗 Yap 谢谢 在那麽 他说 他说 他不是 有队 grote 感谢观看